哎呀 练车的第一天 我就把我们家的水缸给装练了 想想有点后怕 准备要开始我今天练车的训练 已经好久没有练过车了 拉上安全带打热火 然后先胆位退打 然后放手刹 然后看看没有车 没有车 没有车 嗯 可以转了 它咋还没退呢 我没有 体恶棒 对 带了 这种新的档位不好体检 没有 没有像轿箱那种 回家哦 畢竟是个微型车 它跟轿车不一样啊 是 有道理 它转向灯 转向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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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空倒都行吗 不然多笑人呢 昨天对我来说 草莉河真的是 啊 起步都是个大难题 那今天呢 今天还好啊 反正因为没到一个坡位 半坡 定点 起步 哎呀 我的 好 真的 好吃 好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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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的样子 盗的样子 我带你 小心点 你这么多 你盗的样子 是吗 盗的不是那个 看看看看 莉莉同学到车把我们家的缸给装碎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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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后面有一个保险杠 挡住了 要不然这个车灯就要装碎了 装苗了还没有阴光 好 要是那个缸不是我们家的 你现在要赔100块钱 后面有车来了 你不会不敢开了吧 我不敢开了 你说练车怎么那么难呢 难吗 但我完全没有感觉你知道吧 刚刚看见那辆货车是什么感觉 我没啥感觉 他反正等就得等火车 那你咋倒到后面去了呢 后面我没有感觉 你万一撞的不是水缸撞的那个柱子呢 水缸都被你撞碎了 裂开了 漏水了 你们发现啊 你看 那里都漏水了 我去看看 死坐俑子 你看了完全没有感觉 后面就一块布 结果的后面居然有个水缸 你看 你看 这水被你撞裂了 这裂的奇奇怪怪 就被你的保险缸给顶了 妈耶 练车的第一天 我就把我们家的水缸给装裂了 想想 有点后怕 发疑后面是个人怎么办啊 我跟你讲 你的粉丝就会高很低 以后不要上路了 不要上千万不要上路 好烦的 真的烦真的烦 我刚才在练车的时候完全没感觉了 因为后面这一块布 挡着这个水缸了 然后我没办法分清楚后面 车后面跟那个东西的距离 前方我是大概可以有一点概念 但是后面真的没办法 心烦 刚刚就撞到了这个水缸 应该是这个保险缸压过来 一整块 然后就裂了 刚才是这一整块布 这样子挡住的 所以我没有意识到后面有一个水缸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 大家看这一个布 这个帆布 就是空空的感觉 我要去看一下这个保险杠 凹进去了 他凹进去了 要撞到这个车灯了 这个地方 妈原来他裂了 他没裂吧他原先 就是这里多一块铁皮的吧 他去熬进去 嗯 好烦呢 你把我们家的水缸给装坏了 你看吧 你来当主驾还是比较要紧的 你某人自己晕车 你又不用不了副驾 那你就当我当副驾就好了 你一直晕车 我又不晕车 不我只要坐副驾就不晕车 而且2个公子 但是得着过切什么工质 你看到这些 永远要被大小小的鞠 你在这时 也三次的工质 把我锡扯进去 妈妈又连了 可喜欢是连 然后交给你 你给你挞一钩 你挞车的 嗯 那奴伦有的 妈妈给咯 要晃晃的眼睛 这个呢 怎么晒晒的 嗯嗯嗯嗯 呵呵呵 姐你快点去练车 你自己练一圈 你就不练了 我练了不止一圈好不好 只好三圈了 你就练了三圈 不可能 因为这段路没有什么练习的感觉 哈哈哈哈 没感觉 因为太短了 是吗 嗯 太短了 不难呢 不难 不泪 优优独播 啦 这ika呢 没 mandate 妈妈 你 继续 多 Laurent 是